现在是下午的5点20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圣上 我们现在在喂牛呢 因为这两天家里边有干活的工人 然后事情也比较多 所以今天晚上是没有直播的 现在进出口贸易正在进行当中 进口的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了 然后出口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家收拾这个院子 就是为了我们身后的这批牛 卖牛就准备的 准备进来挂车的 目前我们家的牛 现在已经平均到 马上12个月了 到5月20号就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目前的平均体重 现在有1350斤左右吧 然后我们准备是到6月中旬 再开始卖牛 也再等一等价格 最近2号的涨势不错 看看最近的骨架啊标情啊吃口啊各方面来说感觉都很不错 表现状态良好 牛儿们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 然后现在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家最新的进度 二叔回来了好像我听见二叔说话了吗 哎在的 我二叔回来了 然后现在再砌这边的墙 这边的墙现在都已经砌完了 然后明天开始里外都没灰 都没上水泥灰 这边的水泥台阶也都已经没好了 然后这两天一直都在养生的当中 这边的墙 西边的围墙也都已经砌得起来了 嗯这边要加高 因为这底下是厕所 这是一个一米五成两米左右的深坑 然后明天再晚上砌高墙 这边都已经砌完了 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家的房 房子西边这边有一个空地 原来是我爷爷种菜的 因为现在我爸爸他们已经砌上这个墙了嘛 然后等着院子收拾完了 有时间的时候就要把我身后的这边的木头 全部都锯成短短的小方块 然后这边再盖一个棚子 冬天用来放煤呀 放玉米棒子呀 用来烧火去暖的东西 过一段时间水混凝土打完 明天再摸一天花 然后再砌点墙啊 杂七杂八的东西再收拾一下 后天就可以打混凝土了 一天争取就把这个混凝土地面全部都打完 然后我爸说如果供应不够的话 可能再要雇两个瓦工 然后再雇两个利工 一天把它打完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用来 那叫啥 养生 得要好好的养生 大概养上半个月吧 我们家越来越好看了 收拾完这个混凝土地面 然后就开始围栏就能上来了 围栏一上来 然后这个小院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过几天玩儿书要准备给我们自己做一个九米长的大门 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拍视频给大家分享啊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 干活的师傅已经走了 然后留下一个我们村里的那个人 我应该叫二爷的 他一会儿要在我们家吃饭 然后我们和江南的国要开始了 因为这边搞 就要打上混凝土地面的话就把牛圈吃美了 所以我和我爸还有江南 我们一致商量决定说要把这边全部都清出去 花钱顾着勾机愣过来玩儿 现在还得一点一点把它们都清走 最起码得清到车骨骆站那个位置吧 然后一点点做个漫坡水下来 要不太高了 你车钥匙拔没拔 啊 车钥匙拔没拔 你儿上车钥匙拔了 没拔 我家屠北 这大块的好剪 这小的睡杂杂就不好剪了 拔了就完了 一拔了就完了 直接把底下垫呗 等会儿牛喝完水我给你俩姐啊 一会儿给你先吃饭 先吃饭呢 那也行 吃完饭这俩再干 吃完饭天一黑就白干了 我今天没干活 不行我姐 还是你歇着 哎对了老公 你整出来这一堆你往哪摆呀 这个车库门口那块底 车库门口那个还底呀 那块铁匙 嗯 妈妈你看这东西呀 你爸爸压的 我儿子说你看见我香花了 坏了吗 我说你爸爸压的 别讹上我 不是爸爸压的 你啥都懂 儿子妈妈告诉你 听我说 那个不能踩啊 记住吗 记住 那个不能踩啊 乖宝宝 那里有水泥吗 对那里有水泥 所以咱们不能去踩 那边是兴气的 知道吗 还没干呢 那妈妈给你手粘住 那妈妈给你手粘住 它粘不住 它粘不住啊 嗯 一会把你手粘住 不太小鼓吧 呵呵呵 他们俩成功捡了一缠斗子 才捡出那么一小小的一点坑 这边还有这么多要捡 怎么样 两个多小时 一晚上也捡完了